出尔反尔,美国务院更改涉台重要表述 这是决心全力遏制中国崛起的信号 我们必须严阵以待 观众朋友,王一朋友大家好,我是冯天少 在俄博战争持续的背景下 美国国务院又开始把注意力转到了对付中国崛起的问题上 美国国务院官网的美台关系页面近期进行了更新 不但删除了美国不支持台独等关键内容 还把台湾当局称之为领先的民主实体和拥有先进技术的经济体 美国在印太地区的重要伙伴 而且他们还在网页上增加了涉及美国对台军售的六项保证的内容 拜登政府在与中国领导层进行对话时 刚刚承诺了四步一无一 其中最关键的就是不支持台湾独立 美国国务院的这个小动作意味着拜登政府在涉台问题上开始出尔方尔 这意味着美国将开启集中精力对付中国的历史阶段 另外美国正在调整对台湾出售军火的方向 加速推进让台湾变成一个豪猪 以致刺猬 以此同时美国还企图推动台湾参加世卫组织在内的国际组织 扩大台湾地区在国际组织内的生存空间 这些都是美国政府玩台湾牌时所常用的手段 可以这么说 台湾牌是美国遏制中国崛起的最后机会 美方心里清楚彩虹红线的后果是难以承受的 现在看起来他们决心要搞切香肠的行动了 美国国务院这次玩的小动作从长远看有三个目的 一是又使中国大陆提前动武解决台湾问题 中国大陆虽然已经掌握了解决台湾问题的种重权 但是美国不甘心 以后可能还会小动作不断 挑衅活动不断 如果能在台海煽动一场军事冲突 就可以达成其消耗中国国力的目的 第二他们企图通过在台湾问题上极度施压 让中国在其他问题上让步 不断的勒索中国 在俄冲突爆发的背景下 美国很可能希望中国在制裁俄罗斯的问题上做出让步 第三美国的这些小动作 企图为台湾岛内的台独势力打气 以缓解台湾民众对美军不敢武力介入台海事务 导致信心崩盘的局面出现 据统计目前岛内相信美国会武力保台的人数比例 已经不足25% 可以说20年的洗脑毁于一旦 美国试图通过玩小动作来恢复台湾地区当局 以武巨统的信心 面对美国的这一系列的挑衅 我们必须采取强有力的措施和应对方案 首先我们要保持战略定力 把国力超越美国当成最重要的目标之一 第二在军事层面上做好随时行动的准备 加强以实战化为背景的军事训练 完善作战议案抓住美国受伤的机会 提前完成统一大业 第二在外交经济等层面做好以美国摊牌的准备 团结更多的国家和地区 准备应对美国和某些西方国家可能发动的极限制裁 第四要把美国挑衅的板子打在台独分子身上 美国玩切香肠 我们就进一步加强对台的军事压力 总之 美国国务院改动涉台问题的重要表述 不能仅仅看成是美国政府在涉台问题上的出尔方尔 而是白宫和五角大楼决心阻断中国决取历史进程的一个明确的宣誓 我们只有牢牢把握战略主动权 加强一切准备工作 并对外展示中国人民的能力意识和决心 才能避免被美国讹诈 遏制其图谋 因此同时 我们还要做好迎接祖国提前统一的准备 好 今天的评述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